我要继续来分享 在圣灵里的生活第四篇的信息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要明白果子 恩赐是不同的 圣灵的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 上帝给我们属灵的恩赐 是为了要建造教会 那属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却是内在的生命 我们要明白 有恩赐跟有生命 这是不同的一件事情 我们很容易有个误解 我们以为一个人的恩赐很好 就代表他的生命同样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 给他一个领导的责任 给他一个leader的责任 后来我们发现 他的恩赐是没有问题 他的能力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要服事 我们要做leader 他不只是能力跟恩赐的问题 还牵涉到生命的问题 所以你发现 或者我们的服事放大 当时间一长 你就看见 生命的问题就跑出来了 后来你就发现 他没有办法继续的服事下去 并不是他的能力不行 而是因为他的生命 真的还没有承受到 可以承担领导的责任 所以最后就造成了 他个人很大的亏损 其实也造成事工很大的亏损 因为真的不是他恩赐不行 是他的生命真的还不到位 不能够在那个领导的位置上 这个是我在开拓教会的时候 一直在学习的功课 同样的 我们也很容易有一个误解 我们以为一个人只要生命很好 恩赐就无所谓 或者只要生命很好 恩赐就不重要 在过去的教会里面 比较看重生命 只要生命好 好像恩赐就无所谓 但是结果也造成教会很大的亏损 是因为教会因此就没有办法 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事工 一个卓越的事工 所以事工上就建立不起来 就像我一样 我当然很有爱心 但是我不能用爱心来唱歌 有爱心不代表我的唱的准 你知道吗 就像我很有爱心 我也很愿意 如果没有诗情 我就来弹琴 但我也不能用爱心来弹琴 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很有怜悯的心肠 但你也不能用怜悯的心肠来唱歌 迟早还是会影响人 所以不能用爱 只有爱来服事而已 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误解 所以以至于造成 过去很多的教会 他们并不看重恩赐 他们只看重生命 结果很多的事工就里里拉拉 然后也不知道 到底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不看重恩赐 那因此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生命跟恩赐到底哪一个重要呢 我们常常这样问 到底生命重要还是恩赐重要 我常常讲 我们教会就是生命领导 跟恩赐跟恩赐配搭 当我们谈到领导的时候 生命一定是比恩赐要更重要的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们如果要领导一个团队 并不需要 并不需要 你是在那个团队中 是最有恩赐的人 才能够当领导的 并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有哪一个球队的教练 是里面最厉害的 有这样子的吗 没有 教练是那最有经验的 教练是那最有成熟的 但是教练不是球队中最厉害 最体力最好 最准跑得最快 并不是这样 而是球员都比他厉害 但是他是当中里面 最成熟 最有经验的 因此在我们教会 并不是歌唱的最好的人 当敬拜团的主力 没有这回事 也不是琴坛的最好的人 就当乐手的主力 也并不是这回事 而是最有生命的人 来领导整个团队 阿们 可是当你在服事 在运用恩赐的时候 你在服事的时候 我必须这样说 没有恩赐是不行的 你有 你有 你有生命 你还必须要有恩赐 才能够服事 所以 所以恩赐并非不重要的 所以恩赐 当你谈到恩赐的时候 最关键的一点是 你要知道 不是你的恩赐有多强大 不是 而是你懂不懂得 跟人家配搭 在一个身体的观念里面 你知道用你的恩赐 跟不同的人配搭 不是最厉害的人 而是知道如何跟人 在一个身体里配搭的人 所以我常讲 我们教会是生命领导 恩赐配搭 当谈到领导的时候 生命很重要 当谈到恩赐的时候 你要知道 怎么跟人家配搭 这个很重要 所以 很重要 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 你会看见 圣经看重恩赐 圣经也非常看重生命 因为不管是恩赐跟生命 都是从圣灵来的 阿们 所以我们希望一个服事的人 他不仅是有生命 他必须还要有恩赐 所以我们希望服事的人 他不仅有恩赐 他不仅还要有生命 如果你问我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会说圣经告诉我们的 一样重要 阿们 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一样重要 所以在我们教会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教会的服事 不会是轮流的 我们是恩赐配他 生命领导的教会 所以有些教会 他们认为说 每个传道人 大家轮流上来讲道就好了 因为这样公平 有的传道人认为说 每个传道人上来 当主领就好了 大家公平 你会不会 这个礼拜用手走 这个礼拜用脚走路 下个礼拜轮道用手走路 你觉得这样很公平吗 那在下个礼拜 用鼻子走路好了 鼻子就磨平了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 说每个都这样轮流的 圣经教导的是 不同的恩赐 应该放在不同的位置 而我们大家应该是配搭 好像一个身体来运作 而生命是负责整个去领导的 阿们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以来 我们强调的 所以你问我说 生命跟恩赐哪一个重要 从圣经来看 圣经看中恩赐 也一样看中生命 圣经看中生命 但是圣经也非常看中恩赐 所以两个一样的重要 那今天要谈到属灵的果子 那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果子呢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这里没有律法禁止 经文列了九种不同属灵的果子 爱 喜乐 平安 忍耐恩赐良善 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 这个是很清楚 这是属于内在的生命 这不是恩赐 不是怜悯人的恩赐 不是讲道的恩赐 不是治理事的恩赐 这里很明显看见 这是内在的生命 或者我们说 这是属灵的品格 这是属灵的品格 因此从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圣灵的果子 有三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习的 第一个 属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是内在的生命 在你信主的同时 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面 所以很自然的 你生命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 你发现你变得有爱了 突然你这个人本来没有爱心的 突然有爱了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 你突然变得喜乐了 我觉得喜乐是很明显的 你一信主之后 你突然发现 你变得 人们开始发现 你变得快乐了 而且看到 你里面有平安 而且你更有信心 而且你比较有耐心 你变得温柔了 总而言之 大家开始发现 你好像有哪一点不一样了 说不上来 但是觉得你这个人变快乐了 这个人变得有信心了 这个人变得温柔的 那是因为 属灵的果子 在你生命里面开始结出来 很自然的结出来 所以你看见 人们开始看见 你的生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知道这种不一样 不是我们天然人的个性改变了 不是 这是不同一回事 你知道我们说 这个人很乐观 这个人很乐观 很积极 这个人很有自信 这指的人 这个人很阳光 这指的是一个天然人的个性 那是从肉体出来的 那是天生的 但是对我而言 像我的天然人 我是比较负面 带点忧郁的气质 我是对很多事情 我是不乐观 我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人 不是说非常负面 但我算是一个负面的人 但是当我信主之后 你知道 人们就看见 在我生命里有一种 变得比以前更快乐了 我不是变得更乐观了 我是以前变得更快乐了 这种快乐 这种喜乐 跟我的天然人 是没有任何相关的 因为这是圣灵在我里面 结出来的果子 你会发现 你说这个人很乐观 这个人很阳光 在我们学校 还是康乐鼓掌 在我们办公室 是开心果 哪里知道 过不多久 他竟然有忧郁症 我们都不知道 甚至 他会想要跳楼 会有自杀的倾向 这在美里畅 常常看到 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他在办公室 是很阳光的人 怎么会 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呢 但我告诉你 喜乐的人 是不会有自杀倾向的 阿们 并且在患难中 也是什么 欢欢 喜喜的 因为那是圣灵的果子 那我信主以后 人们说 你像比以前 有自信多了 其实不是有自信 我还是一样 对自己没自信 是因为 我信主之后 因为我对神 开始有一个信心 我发现 当神要我去做的事情 当我为了神 要去做的事情 我充满的信心 那不是自信 表面上看起来一样 但是来源不一样 根源不一样 那个根源 不是从肉体来的 不是天生的 我还是一样 对自己没自信 但是我现在对神充满的信心 阿们 那个良善也是一样 你知道人的良善 天然的良善 没有人是百分之百邪恶的 人总是有邪恶 有良善的一面 所以人的良善 有的时候是因人而异 你对这个人超良善的 对小三超良善的 对原配超邪恶的 这很正常 所以因人而什么 异 而且因时空而异 当你凡事都顺利的时候 你看到真是慈悲又良善 但是环境一显恶的时候 翻脸跟翻书一样 自私的一面就跑出来了 而且人的良善 有时候带着目的 你知道吗 所以人的良善 会有一些诡诈的一面 所以你突然对我很好 我也很害怕 到底你有什么目的 你知道吗 人的良善 有的时候也会让人害怕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的果子 那个良善是不一样的 那个良善是没有目的的 就像我刚讲 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 他们可能因为隔离 可能全家都中奖 我们很担心 他到底平安不平安 我们很担心 他到底有没有东西吃 但是你知道这种良善 是从圣灵来的良善 是不一样的良善 阿们 所以圣灵的果子 是内在的属灵的生命 是圣灵结出来的 跟你天然然的个性 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是从神来的 是你信主之后 你才会有的 是喜乐 是平安 是耐心 是温柔 是良善 是节制 阿们 第二个 圣灵的果子 是自然产生 是律法不能禁止的 你看很强调 圣灵的果子 怎么用果子来强调 内在的生命呢 你不觉得 这非常有启示性吗 因为当谈到果子的时候 意味着它是自然产生出来的 好像葡萄树 它自然就会产生葡萄 好像苹果树 自然它就会结出苹果一样 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自然的 如果一个葡萄树 如果你按照栽种葡萄树的原则 在合适的土壤 合适的养分 合适的阳光 到了成熟的季节 你不能够说 你不准给我结出葡萄 它季节到了 它就一定会长出葡萄出来 葡萄成熟时 是律法不能禁止的 你不能说我规定你 现在不能结出来 没有办法 它自然就结出来了 很自然的 律法不能够禁止 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只要我们照着葡萄树栽种的原则 当它成熟的时候 到了季节的时候 很自然的 就会长出葡萄出来 这是律法不能禁止的事情 阿们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 果子也告诉我们 结果子需不需要时间 需要 你不可能今天栽种葡萄 明天早上就看到葡萄结石累累 那怎么可能呢 你不可能今天种一个苹果的种子 种一个苹果树 第二天苹果就长出来了 不可能的 你会发现 果子是需要时间 成熟是需要时间 在这件事情上 我学了很大的功课 因为我是开拓教会的人 你知道恩赐很明显 弟兄姊妹一来讲 有时候圣灵的恩赐 属灵的恩赐很明显 一看就知道 它有怜悯人的恩赐 一看到它就知道 它有祷告 它有恩赐 一看到它就知道 它有教导的恩赐 有的时候恩赐是很明显 你就可以看见 但是生命快不来 生命快不来 我就发现 生命是快不来的东西 生命就是一年的成熟 就是一年 两年的成熟就是两年 成熟需要有一段的时间 我发现 一个人很有恩赐的同工 就算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同工 我发现同样开始用恩赐服饰到成熟 我认为五年到六年差不多 五年到六年差不多 所以有人说教会成长很快 可是一个十年两百人的教会 跟一个三年两百人的教会 是完全不同的教会 因为那个生命的成熟度 是快不来的 所以早年我就有很多的误解 后来我们发现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生命的成熟 它一定是需要时间 它快不来 所以我们要耐心地等候我们的同工 而且生命的成熟 结果子跟一件事情有关 就是你要经得起修剪 好像耶稣在葡萄树的比喻一样 天父是栽培的人 如果天父栽培我们 栽培我们的方式是什么 为了让你结果子更多的缘故 他必须用神的话语里去修剪你 所以一个人要成熟 生命要成熟 他必须要有时间的等候 第二个 他要经得起神话语的修剪 他才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 所以 这提醒我们 只要一个人愿意 愿意被天父栽培 那么愿意被神的话语修剪 只要时间到了 很自然的 他的生命就成熟了 阿们 这是很自然的果子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我现在让你看一下我的平安 没有办法 今天到办公室 我让你看见我的喜乐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 这个生命的东西 是很自然涌流出来的 第三个 圣灵跟欲望相争 这段经文很精彩 我们一起来读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为敌 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 所愿意做的 当你信主的时候 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面 于是圣灵跟肉体中的欲望 开始有了冲突 这里讲 这里讲说情欲跟圣灵相争 圣灵跟情欲相争 其实情欲就是欲望 两个彼此为敌 你知道当你还没有信主以前 圣灵没有内住在你的里面 我们是死在罪恶过分当中 说谎说得很成功 把人骗得团团炸 我们还到处去炫耀说 你看我多厉害 把他们骗得 你看作弊成功 超荣耀的 你看你们这些笨蛋还在读书 我都没读 我完全靠作弊 太棒了 还到处什么炫耀 我们真的死在罪恶过分当中 可是你信主以后 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 你开始跟肉体的欲望 开始有了冲突 那种冲突是很明显 是过去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收奉献 想说那个包跟我的十一奉献的数字差不多 那包已经看了好几个月 我可不可以这个月就不十一 先买个包 我下个月保证奉献 发现圣灵跟这个肉体的欲望 很强大的冲突在那里 十一奉献 包 包 十一奉献 就一个月就好 后来买了一个 后来终于很挣扎当中 忍不住还是去买了那个包 肉体得胜了 想说从此以后我不会再买一个包了 我未来一定乖乖的十一奉献 哪只过了两个月又看到一个新的包 你知道吗 争战又起来了 这种经验有没有 不一定是包 也有可能是别的 这个 你就发现这种争战是每一天的 因为圣灵要我们的肉体去顺服神的旨意 可是欲望要我们满足祂 让肉体快乐 happy 高兴 因此圣经告诉我们 当你顺服圣灵 不顺服欲望的时候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你知道当你顺服圣灵 你不顺服欲望 你就不至于落入在放纵情欲的光景里面 什么是放纵情欲 放纵情欲的意思就是 越过了你的欲望 越过了神所设立的界限 你的欲望已经失控了 已经越过了神所设立的界限 你看见圣经并不否定 不完全否定肉体的欲望的 你看到耶稣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 耶稣被法利塞人误解说是贪食耗酒的人 所以你看到这还蛮安慰我们的 耶稣没有属灵属灵到 让人觉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 耶稣是食人间烟火的 所以祂是道成肉身 但是圣经反对的并不是欲望 圣经反对的是放纵情欲 因为放纵情欲是一种以满足肉体的欲望 追求享乐为目标的价值观 放纵情欲是一种价值观 是一种人生观 它是以一种满足肉体的欲望 为导向的一种人生 好像人活着最重要的 就是追求享乐为目标的一种价值观 弟兄姊妹们 我们肉体有欲望是正常的 但是为肉体的欲望而活 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肚子饿了想要吃是一回事 但是人活着不是为着食物 阿们 我们肉体中有性的欲望是一回事 但人活着不是为了性 阿们 人的眼睛 我们喜欢看美丽的东西是一回事 我们喜欢看美丽的画 美丽的包包 美丽的衣服 这是一回事 但是你用偷窃的 你用贪污的 你用抢夺的去拥有这些美的事物 这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人鼓吹 人活着就是要让自己快乐 人活着就是要让自己的欲望满足 好像人活着就是为欲望而活的 这种目标这种价值观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这就是这个世界所鼓吹的 甚至鼓吹到一种程度 把这种肉体欲望的满足 当作一种人权 把欲望高举到一种程度 成为神圣的人权 既然我有欲望 是天生的 我就有权利去满足它 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好 你看到 这是今天我们很熟悉的一种人生观 人活着就是要为自己而活 自己快乐最重要 管别人如何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权利去追逐你欲望的满足 让肉体感到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人生观 甚至把它高举到一种神圣的人权 我们在追逐勇敢的 拥抱我的权利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是值得肯定的 这是我们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这种以情欲为导向的人生观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种以欲望导向的人生观 让肉体快乐的这种价值观的结果 是很明显的 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 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 很明显的 圣经列了十五种的基本的清单 什么是坚引不道德的信 污秽 不圣洁 邪当 拜偶像 邪术 这些都是控制 贪婪 仇恨 增进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咽 你看现在不是开什么毒品 很多怎么爬 大家在那边吸毒 然后那种乱七八糟的荒咽 醉酒 等类 这些事每一天都在发生 你每一天你只要打开 你电脑新闻的网站 你都可以看到这些所有所有这些的事情 而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它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你看到这些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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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淫 污秽 邪当 这些 情欲的事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失控的欲望 就是失控的欲望 就是越过界限的欲望 就是放纵情欲的结果 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 我们都知道 在良知上 我们都知道 不是你的钱该不该拿 你不需要念到博士才懂 你不需要受什么教育才懂 不是不该你的钱 不是你的钱 你就不应该拿 但为什么拿了 贪啊 欲望啊 不拿来不拿 反正没人知道 今天贪污的人是因为 没有钱吃饭才贪污吗 不是 是因为贪婪 是里面有贪 那个明明知道 那不是你的钱 你不该拿的东西 你就不应该拿 但是你为什么还是拿了呢 因为你贪婪啊 不是你的妻子 你就不应该贪婪啊 圣经讲 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 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在美丽 关你什么事 那是别人的妻子 那你为什么还贪呢 贪婪 当然 今天讲 别人的妻子 也包括别人的丈夫啊 那是别人的丈夫啊 人家已经结婚了 再帅 再幽默 那是别人的丈夫啊 可是你明明知道 那是别人的丈夫 为什么你还贪呢 因为你里头有一个欲望 而那个欲望 已经失控了 你控制不住 那个欲望 而且你知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 人有良知 我们都知道 不是自己的东西 不应该拿 不是自己的钱 不应该贪 不是别人的妻子 不应该 不应该去引诱 别人的丈夫 你不应该有不好的想法 但是为什么 你明明知道 那是一场悲剧 那会造成很多的痛苦 那是一个火坑 可是你为什么还跳呢 因为你控制不住你的欲望 因为你控制不住你的欲望 所以你明明知道 那是一个火坑 你还是跳 我昨天早上 我完成这个奖章 我说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结果我打开电脑 就看见一件事情 让我蛮 有点失落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棒球 我是看大联盟棒球的 我喜欢看大联盟的棒球 所以我关注几个投手 几个运动明星 结果就发现 我一直有关注的一个投手 道齐队的王牌投手 这个早上前年吧 还拿了赛阳奖 很顶尖的投手 年薪八千万美金 两年的合约 一亿六千万美金 这么顶级的投手 前途市井的投手 而且还蛮年轻的 结果媒体就报道说 他今年开始 两年不能够上大联盟投球 我说蛤 为什么 就点进去看 我通常不点进去看的 但我想 我点进去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他前一段时间 跟一个网友发生一夜情 女网友发生一夜情 就人家告他性情 一个晚上一夜情 一亿六千万美金 控制不住欲望 他可能想 那就是一夜情吧 而且人家可能是主动的 我不知道 但是他哪里想到 就这样一夜情 一个晚上 一个运动明星 赛阳奖的一个 逃走的前途 全毁了 你看到其实 其实我们有良知 我们都知道 当你让欲望失控 当你让欲望越过那个界限 你就看到 这些的痛苦 这些的悲剧 有很多的时候 那是一时的冲动 可能要一生 来承担那个痛苦 可是人控制不住 所以真的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圣经说 顺服圣灵 就不放纵情欲 就结出圣灵的果子 你知道你肚子饿 就想吃 这很正常 但你不能够 毫无节制地吃 你肉体有性的欲望 是很正常 但神设立婚姻的界限 男人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也各自有自己的丈夫 你心里有仇恨 你有愤怒 有恼怒 你甚至想要杀人 但是你知道 圣灵在你生命里面 告诉你 你要学去饶恕 要把审判的主权 要交给神 不然我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我们里面有嫉妒 你知道嫉妒很麻烦 像我就常常要处理 嫉妒的问题 增进的问题 因为一嫉妒一增进 很伤脑筋 很消耗土力 体力的 让我们分心 我每个礼拜要写奖章 每个礼拜要写QT 我有很多属灵的事情 要去做的 一增进一比较 我就发现脑袋一塌糊涂 很昏心 所以我要很专注 所以我要对付我的增进嫉妒 然后说因为愤怒去结党 很糟糕 为了反对而反对 就去结党很糟糕 可是圣灵要我们学习温柔 要我们学习爱 让我们学习和平 让我们忍耐 要我们节制 当我们开始顺服圣灵 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 去克制我们的欲望 对付我们肉体的欲望 你就慢慢就开始自然而然 就结出圣灵的果子 阿们 就开始的活出爱 就开始活出的喜乐 就开始活出的平安 你就开始活出的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你就看到 当我们开始顺从圣灵 不放纵情欲的时候 很自然的 我们就结出了 我们属灵的果子 阿们 因此你知道 属灵的生命是需要被操练的 属灵的生命需要操练的 加拿大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修剪 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对付 我们的生命知道 属灵的生命要需要长大跟成熟 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属灵的操练 我认为从这段经文 我认为有两件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关于属灵生命的操练 就是两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 你就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真理的信念 我们不是为欲望而活 我们是为耶稣而活 阿们 你知道这个世界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过一个放纵情欲的生活 这个世界鼓励我们 教导我们 就是你快乐就好 不要管别人 这世界就是不断地鼓励我们 就是满足欲望是你的权利 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跌倒 一个人为什么会沉沦 一个人跌倒 沉沦 败坏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 他的思想已经先被败坏了 他的思想他已经接受了 也已经有什么关系 满足一下欲望有什么关系 渴望那就去追求 怕什么 什么道德 什么界限 为什么要让上帝来限制 为什么让婚姻来限制 其实你还没有软弱 还没有跌倒 还没有犯罪以前 你脑袋里已经先接受这种观念了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基督徒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真理的信念 在我们的心里是非常坚定的 我们不是为欲望而活 我们乃是为耶稣基督而活 说阿们 我们有身体 我们有身体就有欲望 但是你知道 有欲望并不代表为欲望而活 欲望不是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罗马书十二章一道圣节说 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 当作活祭献给神 那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上帝给我们身体 不是为了要放纵情欲的 上帝给我们身体 乃是要活出神的命定 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 阿们 这是清楚而坚定的信念 我们要拒绝这世界的谎言 我们活着虽然有欲望 但我们不是为欲望而活 我们是为耶稣而活 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 能够荣耀神 阿们 我们先有这个坚定的信念 第二个 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 依靠圣灵能力 就胜过邪情思欲 有时候读保罗这段经文 觉得很抽象 就是顺服圣灵引导 我们靠圣灵而生 依靠圣灵形式 很抽象 但是我今天这样说 保罗讲的 对基督徒来讲 一点都不抽象 所以我今天不企图解释 这段经文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把很简单的经文 解释到大家都听不懂 我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你要依靠圣灵形式 大家是懂的 不要装不懂 我讲我的例子 我讲我的例子 当你信主以后 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面 圣灵开始引导你的生活 保罗讲的 圣灵开始会引导你的生活 你只要顺服圣灵的引导 你就会得着圣灵的能力 胜过那个邪情式欲 我讲我的例子 我刚信主的时候 圣经也不懂 圣经也没再读 但我已经委身在小组 我那时候还常常打麻将 打通宵 跟同事朋友一起打 因为打了十几年 在大学就开始打 所以那个时候 我信主那两个 还三个有忘记 就有一天我打麻将打通宵 打麻将打通宵 打到清晨四点钟的时候 我听见一个声音 从我心里跑出来 孩子不要再打了 回家吧 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因为我打败打了十几年 从来没听到什么声音 只有刚上之末而已 可是那天半夜四点钟 竟然听到一个声音 很强大的声音 孩子回家吧 不要再打了 我真的吓一跳 闹鬼啊 你知道 怎么听到这个声音 可是不管这个声音 继续地打 然后那个声音又强大 你再打下去 你的人生就完了 你看过了快三十年 我还记得在那一次 半夜四点钟打麻将 那个时候那个声音 我当时不知道是圣灵的声音 不知道是 但是我知道那个声音 强大到一种程度 不断地吹逼我 所以我只好在半夜四点钟 把牌一推出 我不打我要回家 他们三个都翻脸了 他想说你不打 九点就不打 大家回家 要打你就打到清晨六点 大家回家 你四点还有两个小时 大家怎么办 你知道 打牌人都懂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翻脸 他们就很气 我说不管我回家 可是你知道那个声音 太强大 从那一天到今天 我没有再打过 麻将 可是有好几次 在梦里面 梦见杠桑自摸 嘴巴都笑了 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 你知道吗 那个十几年还是会有 你知道吗 我很惊讶 我都是牧师的 什么还梦见杠桑自摸 真是个最伦终的 最苦 最好赦免我 所以欲望这个东西 真的是要刻意地去对付 但是从那一天到今天 我没有再打过麻将 我后来明白 那叫做圣灵的引导 阿们 你不要当做好像天不懂的样子 保罗讲的是大家都懂的 只是我们刻意说 牧师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当然懂啊 圣灵 当你信主 圣灵在我们生活中 每一天都在引导我们 关键是你要不要顺服而已 你要不要顺服圣灵给你的引导而已 决定权在你而已 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 你知道我最近也发生一件事 很有趣的是 圣灵给我的引导 我妈现在就是有点失智 所以我得到一张 这个身心障碍卡 那以前妈妈在苗栗 现在在台北 所以那张卡价交给我 我就发现他们就说 你有这张卡 以后你都可以停 残障停车位 哇 苗栗没什么用处 台北用处可大了 你只要放在上面就可以停 我想说哇 福利来了 台北应该会常常用到 但是我从来都没用过 你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想要用的时候 圣灵就责备我 有时候绕绕绕三 我再绕一圈 如果找不到停车位 我就用了 可是再绕三圈 还是找不到停车位 可是我还是不敢用 你知道为什么 圣灵有个声音引导 万一真的有残疾的人士 要使用这个停车位 被你占据了 怎么办 这个声音进来 我就不敢用 其实人很邪恶 其实我都想好了 我就停不到停车位 就把那张放在挡风玻璃上面 我想那万一出来的时候 等一看你这一家都没有人残账 那怎么办 我想说那我怎么弄个拐账 这样子出来 在车上备用一下 你看我连这个都想到 你看有多败坏 但是我都没有 我不敢用 因为圣灵引导 我选择顺服 即使没有停车位 我也不敢用 除非我妈妈在车上 你有没有去倒垃圾 我常倒垃圾 我们家我倒垃圾 有时候倒垃圾分类很麻烦 知道 有时候就一个玻璃瓶而已 想说 丢了 算了 才一个玻璃瓶而已 就走回电梯 就会有声音说 回去 好烦 才一个而已 你知道吗 才走往前走 回去 有一个圣灵的植被 哎呀很烦 算了 回去 又把那个玻璃瓶拿出来 分类一下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不要当做听不懂的样子 有时候 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嘴巴也很坏 气起来就骂小孩 你去死后 可是我们是受过训练的 就是会有很多的责备 我们常常祷告读经的人 就是最后还是必须顺服圣灵 不能圣灵一直吹逼我们 跑去跟孩子说道歉 孩子 不好意思 我爸爸刚刚讲那个话 我要收回来 请你原谅 我不该这样讲 有时候夫妻吵架 也是会有 早年啦 现在不会的 十年以前还会 一冲动 我们家学渊源就出来了 就控告 这个 读经祷告就很多的责备 也只好跑去跟师母说 师母对不起 我 我 我这句话 我收回来 我知道伤了你 请你原谅我 会常做这样的事 常做这样的事 如果你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如果你要让你的欲望 被控制在神的界限里 不会哪一天一时冲动 就越过了神所设立的界限 我们必须要在生活当中 顺服圣灵的引导 依靠圣灵行使 你知道为什么律法没有用 因为律法就是做给人家看的 而且律法通常只讲你有做到的部分 但是你什么时候闯红灯你都不讲 律法 贾拉太书讲律法 为什么保罗反对律法 因为律法就是面子问题 我做到了 但你没有做到的 你从来都没有讲 可是圣灵不一样 圣灵随时与你同在 当你顺服圣灵 没有人看到的 阿们 我认为顺服很重要 一个人生命能够成长成熟 并不是因为你神学知识越多 并不是你希腊文 希伯来文已经滚瓜烂熟 生命就成熟了 不是 是你在生活中 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 不放纵情欲 依靠圣灵行事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就会自然而然活出生命更丰盛 顺服是那个最关键的秘诀 当你越多的顺服 越多的顺服 圣灵越多的引导 如果上帝叫圣灵引导你 每件事你都拒绝 最后圣灵也不像你说话了 你的心就已经刚硬了 你的生命就不会成长 就停止成长 这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已经停止成长 因为他们已经行在律法当中 他们认为我都做到这个 做到那个 做到那个 很意以为龙 他都没有讲 他没有做到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我们要活在圣灵中 阿们 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 我很属灵 不是 而是我们那愿意听圣灵的声音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会结出丰盛的果子 顺服是关键 顺服圣灵 第一个是信念 真理的信念是关键 第二个是顺服 我们一同起立 敬拜团带我们来敬拜 我们一同起立 跟随你的脚步 我祝你对我呼召 每一天的领寡 我更多亲近你 我愿这一生 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主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铃 那个鼓里心里 一生跟随你 我愿这一生 更想你 求与我同行 主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铃 那个鼓里心里 一生跟随你 我们同声的开口祷告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求圣灵再一次对我们来说话 圣灵我们欢迎你来 今天早晨向我们来说话 耶稣我们不是在律法中 我们还是活在圣灵当中 圣灵求你天天引导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有一个倾听的耳 给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 主啊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听见 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 不放纵我们的情欲 耶稣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我们欢迎你来 主啊 今天早晨再一次 对我们一个弟兄姊妹说话 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耶稣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耶稣我们不是为着肉体的情欲而活 我们还是为着荣耀神而活 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 能够献给神 帮助我们 恩典的主我们也祷告你 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圣灵的人 能够顺服圣灵行事的一个人 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其实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痛苦 就是因为很多的人生命不成熟 一个基督徒如果属灵的生命停止长大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成年人 可是属灵的生命却是个婴孩 你就看见这道成大家的痛苦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个婴孩讲一些 很多人服侍很多年其实还是个婴孩 因为他走在律法的当中 他没有走在圣灵的当中 他没有顺服圣灵 你知道顺服是最重要的 生命的成长就是一定要顺服 被神的话语修剪 顺服圣灵的引导 跟知识无关的 这是秘诀 但是如果你活在律法的当中 就是为了面子 在那里服侍的时候 保罗讲的那些抵挡十字架 就是为了行隔离的人 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我们服侍不是为了面子 所以很多人生命就停止的长大 我们不再听到圣灵的责备 我们不再听到圣灵的声音 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假人 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温柔 求主怜悯我们 有多久也没有顺服圣灵给你生命中的引导 求神帮助我们 神灵最近对你说话 最近最近有没有很大的声音对你说话 你有没有顺服 你有没有顺服 当你顺服 生命就成长了 阿们 当你都不顺服 生命就卡在那个地方 在意的就是 像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最在意的是面子而已 求主怜悯我们 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 最近你要顺服圣灵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你一定很清楚的 因为你有很大的挣扎在里面 很大的挣扎在你里面 因为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 当你顺服 你就得到自由 立刻就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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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命就开始长大 没有生命就没有灵魂 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果 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果 就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应许跟祝福 要把我们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圣灵我们欢迎你再次对我们来说话 赐给我们一个温柔谦卑的心 当圣灵向我们说话 我们就顺服圣灵的引导 主啊你就会赐给我们圣灵的力量 让我们胜过那些邪情私欲 上帝帮助我们 让顺服圣灵是生命丰盛最重要的秘诀 上帝帮助我们 用一个温柔的心 每一天在圣灵中 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 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上帝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求你再一次对我们来说话 再一次让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引导 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请坐 没有生命就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 就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就平成这个世界上 只是追求那肉体感官的 短暂的快乐而已 那常常就要一生去承受那痛苦的结局 所以生命的长大跟成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阿们 好 有没有 我们要收奉献 今天还是要收奉献 虽然因为圣餐 因为疫情而取消 但是我们还是珍惜 每一次我们有感恩奉献的机会 好不好 敬拜团带我们来敬拜 我们要收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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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奉献 那扛 您detang 可以帮助我们的好处 穷 这一生 更想祢 求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 甜美的灵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 更随你 父神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有奉献的机会跟恩典 特别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格外的感恩 我们仍然欢喜快乐的奉献 主啊 求祢纪念每一位 甘心乐意的弟兄姊妹 求祢赐福给他们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感谢神 请不吝点赞